柳華先生請回家 我年畢業了以後 我就跟柳華先生請了回家 我說當時有一個任務 就是給少數民族的那個課坊畫插圖 就要到雲南去 我就說我去向雲南去那個收集素材 柳華先生就很痛快地就披折了 所以我就去了半年多吧 到了雲南就畫了不少畫 本來就畫了有100多張畫 現在就上了7張 然後呢那個時候我就想畫抽象畫 那個時候就想畫 因為我覺得那個 我上美院已經上了那麼多年了 都是畫的寫實 寫實 嗯 從小看的那些畫 有很多現代的作品 什麼皮卡索馬基斯特 從小看 所以當時我就想 文化寫實 當時就這麼想 但是當時我也購了一些圖 完了以後還沒有怎麼樣 我帶學生又帶學生去秋季寫身 就到外面去寫身 寫身的時候我就看報紙上又有運動了 又有運動了 又有運動 什麼要撒均塌 要把均塌 要把均塌 掃地出門啊 什麼這半那邊 我當時就把報紙一扔 我說這個 這種事兒離我們家十萬八千里呢 我就一身就這樣扛 完了以後我就 在那兒跟同學一起 他們寫身和什麼 等我剛剛回到美園 剛回來 第二天我弟弟就來了 說父親變成大右派 我說怎麼 這個他怎麼會成了右派呢 他從來沒有說過 什麼一句共產黨不好的話 我說我就特別不服 我就趕快跟他回去了 回家了 我覺得特別突然 因為我父親真是全心全意的 就是想給中國自己培養出 有那個有競爭力的 這樣的一些設計人才 那個牆子下放到什麼程度 上廁所都得有三個人在一起 就像集中營業一樣 就像這樣 上廁所都要三個人 不能一個人去判去跑 就是這樣的 每天都是下地勞動嗎 每天都是下地勞動 還有 有人說說 要背著背包下地 鍛鍊 要不就挑 很重的那個東西 三年的時間 那個王師傅 在那裡都是趕 夜裡頭就把豬趕起來 讓豬撒尿 豬撒尿了以後 在叫豬睡到那個圈裡頭 就不那麼濕 真是夠強了 簡直是一天到晚 把人折騰著 真是不成人家 消瘦方身體又不好 有人說一次倒水 倒洗淀水 連人戴臉盆都摔下去了 哎呦 把我們嚇一大跳 趕快給他扶起來 他根本就沒有幹過這種事 人家叫他走那麼遠的路 然後去幹活 什麼的 後來的時候 就把消瘦方和吳先生 提前都給調回來 在北京飯店畫 畫了些薄花 所以他後來就比較早地回來 但是我就是等於是三年以後 最後的跟大家一起回來 他們我在巴黎 我不知道國內搞打偶運動 但是我在巴黎的時候 就是說 當時去巴黎的 中央美院的和中國美院 浙江美院的全體老師 都拒絕看現代藝術 我呢就什麼都看 我也 現代藝術的 我都很仔細地都看 然後也看了 兩河流浴的東西 然後也看了非洲的館 非洲的那些東西 然後也看了亞素文化的那些東西 人家什麼都看 那因為什麼都看 我才理解我父親 有很多東西 他為什麼這麼說 他這幾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